是呀 Happy Birthday to Tz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通宵开会 泛民建制派议员暂时放下拉布的争夺 踏入16号一刻为曾玉成庆祝生日 不过温庆场面一闪即逝 如果给5千万就可以买参选权 是否代表参选权这件事是有得买呢 踏入议事厅又再开战 当他向三六追讨赔偿的时候 就是被判尋人之事罪 李慧琼議員有什么问题 规定问题 我留心听何秀蘭議員的发言内容 和刚才李卓仁議員发言的内容 都是很接近的 都是讲同一个论点 希望主席你裁决了 这是重复的论点 我觉得民意员有什么问题 潘之山睡了很久 不 这个不是规程问题 请你坐下 何秀蘭議员 何秀蘭議员请你别提 到了凌晨时分 議员开始出现疲态 有得少忧都要把握机会松一下 公民党的吴海宜就在会外 主动要求谈之源 用行政权力押后草吻辩论 拉布戰打到四點半 有備而來的黃怡宏提出結束合併辯論 議會是講求效率 我相信在座的議員跟我有同感 都是覺得這個合併辯論應該是要結束 秘書處統計黃毓民議員發言二十次 陳偉業議員發言二十八次 梁國雄議員發言二十七次 可以說拉布是相當成功的 我認為經過三十多小時辯論 到這裡我們應該作結 黃怡宏說很早已經想辦法結束拉布 而且做了研究今次是忍無可忍不是受到壓力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譚宇仲報導